give it to me like 嗨 大家好 我是刘四景 今年55了 退休呢 已经有5年了 本想呢 退休以后呢 游山玩水 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没想到在2020年 疫情当中呢 人们都在家闲着 闲得真是无聊 而且呢 不让出门 必须在家里隔离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做自媒体了 其实有好多自媒体人 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做自媒体的 这个自媒体呢 一做就做了三年多啊 现在已经是三年半了 我现在呢 也属于退休不退港 现在呢 这个自媒体对我来说 我还真的很感兴趣 越干越来劲儿 也就是说给我自己找了一份职业啊 这份职业呢 又给我增加了收入 也给我增加了乐趣 使我每天过得非常充实 每天都在想怎么拍 拍什么 现在呢 我感觉哈 我自己就是在无形当中哈 就给我长了一些本事 什么本事呢 就每天必须啊 自编 自导 自演 然后还得编辑 诠释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的本事真的挺大的啊 就在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不敢想象我能做自媒体 而且每天要出镜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不敢想的这个事 以前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内向的 不爱说话 不爱在众人面前去说话 也不爱去显摆自己 或者是说不爱去在人面前介绍我自己 喜欢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没想到我今天呢 老了老了 还能天天面对镜头不那么紧张 还是比较自如的吧 我认为是这样啊 现在呢 有个话题啊 就是老年职场 我的职场随时随地都可以啊 提起来职场 年轻人的职场呢 就是办公室 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工厂 或者是说大的卖场 一般提起来职场都是这些 但是我的职场可以在大山里面旅游的时候 可以在户外 户外呢 就是出去旅游 记录我的生活 记录美好的景色 出去旅游呢 碰到的事情 在家里呢 可以记录我家里的生活啊 吃美食啊 还有和朋友聚会啊 这些呢 都是我的职场 总之吧 就是记录我一切的生活 我觉得在无时无刻 只要我想记录 就是我的职场 而且我的时间呢 不限制 没有上下班时间 也没有人去管我 也不用去打卡 我觉得这种生活还是挺好的 也不用去看领导的脸色 也不用去看 同事关系出的好不好 也不用去溜须拍马屁 一个字 绝 我觉得我这个职场挺好 就是按劳分配啊 就是看你的能力和付出 来获取报酬 你的付出和你的报酬 是成正比的啊 退休以后呢 我现在有四份收入啊 四份收入 一份呢 就是我的退休金 另一份呢 就是做自媒体 视频收入 另一个呢 就是在平台带货一份收入 最后这份收入呢 我还得感谢这个 李鬼 李鬼盗用了我的视频 在别的平台去发 所以说我不得不用自己的视频 到另一个平台去发 勾付不付有心人吧 一开始呢 在那个平台发呢 一点钱也没有 花了挺长时间 也没有收入 最近有收入了啊 收入不太多 但是我相信啊 会越来越多的 其实我这个人容易满足的 只在西瓜 头条 还有抖音上发视频 那么李鬼呢 把我这个视频 给我倒去了以后呢 他是天天发 把我以前的视频 通通的都发了 我这三年多的视频 通通的都在另一个平台上去发了 而且每天要发几个 或者是十几个 把我以前的视频哈 就是一股脑的 全就是天天发 我警告他以后呢 他还是不停 之前呢 有一个 盗用我的视频的人 我已经警告他 他停止了 但是这个哈 他在另一个平台 他七千多的粉丝 全一直在发我的视频 我警告他也是没有用的 无济于事 平台呢 我已经投诉他了 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没有用 我只好用我自己的视频 就开始每天发视频 让他没有视频可发 所以说我就天天坚持 这边发完了我就发那边 哎 现在也有收入了 我觉得我找到了真正的职业 我觉得这份职业对我来说哈 不光是为了挣钱 而且是记录了我的生活 也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和自信 三年前我拍的视频 我现在再看一下呢 那个时候的我 我觉得还是比现在年轻 啊 所以说 我再过几年 我再看 或者是十年 二十年 再看我以前的视频 我就感觉就跟翻那个老照片一样啊 就是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是像我这个年龄 我周围的朋友 除了开孙子 外孙子以外呢 人家就去百分零工 也是不在家闲着 像我呢 就说 零工我也不想打 现在呢 也没有外孙子可看 所以说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 真的很好 这个工作的时间呢 非常灵活 一边记录生活 一边工作 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没有上下班时间 也没有领导管 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太好了 虽然说是这个自媒体 现在挣钱的越来越少 但是呢 我还是要坚持 有总比没有强吧 而且呢 主要是 让自己忙碌起来 忘记烦恼 有点事做 就像有一句话说的 好哈 让我们每天忙碌着 让我们每天谦卑着 没有时间病 没有时间死 忘记了烦恼 每天开开心心的 好了 最后呢 祝朋友们 身体健康 每天开心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明天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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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